《香港你排》 《細菌步會每條街》 《細菌步會每條街》 《手指你排》 《噴酒精噴到很粗糙》 感覺上其實大家都 我想香港這半年 大半年大家都很... 很多情緒很軟 我想我們也是 我也是 所以製造我覺得是一個 很開心可以寫到一首歌 可以開放到情緒 然後無論自己也好 樂迷也好 對樂隊也好 其實《Tonic》就是 我們用音樂去刻畫下我們生命 歌曲都是在那段生活期間 發生什麼 然後希望將它用音樂記下 香港人是需要精神的力量 例如有些歌 例如一篇好的文章 一篇好的電影 或者是... 一聽到一首好的歌 令到它有啟發 令到它可以有個力量去走到 走出這個難關的第一步 人一生裡看得幾個 想花就無謂你走馬 我們有一次去做一個tour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來跟我們說 他聽過《阿飛與阿基》這首歌 之後他沒有自殺的念頭 本身他生命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他有輕生的念頭 他聽完《阿飛與阿基》之後 他放棄了念頭之餘 他還嘗試去讀社工去幫人 這件事對我們四個的影響很好 原來一首歌 原來可以給到這麼大的力量 去救回一個生命 為什麼我們會不停唱這首歌 原來有樂迷跟我們說 他很努力想找自己的夢想 但他找不到 他覺得很大壓力 而不停唱這首歌 就是希望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遇到低谷的時候 可以先休息一下 不要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阿飛與阿基》也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人生裡一定要遇到挫折 就算去到我們新歌《鬼滅之日》 其實你會遇到很多大佬 生命裡面一定會遇到很多大佬 你怎麼可以做呢 你自己一個人 我當你是一個超級英雄 可能你也未必可以 你也是要靠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 你找一些朋友 組成一個團隊 去打場仗 那這件事 希望他們接收到之後 原來有一個啟發的 就是令到他們走出這個難關 對 對 來自行 來自行 對 譬如今次疫情 剛開始的時候 都有一段時間 坐在天台上 然後 就是怎樣 就是現在做什麼 就是有很多 很多對前景的不明確 不明朗的時候 都會很疑心 但是 幸好我們就有四個人 每一次都可以 譬如有一個人 可能狀態不太好 那還有三個人 都會做什麼 頂住 就是怎樣都有四個人 在這裡 如果 這個是 我覺得是心理上 而是心理上的 腿之外 就是身體的腿 我們都經歷很多 就是 無論是 Bang房 火灼 水浸 打風 死渠 基本上 說得出可以發生的 的不幸 的不幸都發生過 但是 很幸運的就是 我們 我們 都可以用到另一個角度 去面對 就是 有四個人 我們通常都是去解決問題 然後 都不會說 責怪些什麼 譬如我們四個人 吃飯開心的時候 那當然是 哈哈 我又不相信 真的可以貼著24小時 都是這樣 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總會有受情傷的時候 總會跟家人有不開心的時候 那些怎樣用 音樂去表達出來呢 這個是一個 很值得去練習的 所以我們就是 為什麼 在這個 這麼亂世之中 都給自己一個 兩年的計劃呢 首先 我們沒有這個計劃的話 我們是 不會再推動到自己 做音樂 沒有一個動力 剛才 所以為什麼 在逆境的時候 繼續做音樂呢 雖然聽出來是很傻的一件事 但是 這就是我們的方法 去回應這個世界